好 再來看這個韓國電影 樂透大作戰 聽說是比基布可斯更好笑 那基布可斯我覺得 他也沒有到真的這麼好笑 但是蠻幽默風趣的 看起來是輕鬆的 最主要是我覺得他的題材很有趣 即使他不是真的這麼好笑 但我覺得他的題材蠻吸引人的 就已經贏了一半了我覺得 然後這個也一樣 樂透大作戰 我記得他講的好像是南北韓 然後好像南韓有一個 有一個士兵還是誰 他真的中了大獎的樂透彩卷 不小心飛到北韓 那他不能跨過嗎 不然就會被砰砰 所以就會有一些搞笑的一些 橋段吧 我覺得這個題材蠻有趣的 就是韓國人可以想到這些題材 我覺得蠻厲害的 而且剛好可以套用在他們本身 政治的這個狀況 好不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採艙 就是這張吧 就是這張吧 第二大獎阿 幹 57 好爽喔 一點多一台幣阿 換算起來 快兩億台幣 哇 被走了 龍套 報酬超越幾乎可死 他 他是我的 他 太好 你已經在地 合上接著 東歴東歐的地區 我們現在 見到 題材是蠻好趣的 但是看預告看不太出來 他有什麼特別的笑點 但他整個氛圍是有趣的 我覺得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這個題材 但他很像《未來電影台》會播的那種感覺 不覺得嗎 好啦 看一下評價好了 因為他預告真的還好 但題材又是有興趣的 所以就看評價 評價好我可能可以去看一下吧